今天陶醉上海 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挑战 最牛餐厅 餐饮界的人气王 绝对算得上是 牛气十足了 老板本身 做起一个活销牌 他们还有老板 他们都是比较好吃 很好吃每次都有 每天有不少的食客 慕名而来 心甘情愿 排上几小时 为了只是一场美食 大明星人平时 都会吃些什么呢 导致上海 棒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毛妈的阿达狗 欢迎生活 所有地区导致上海 现在这个马路 有教会新名字相当留意 什么雷啊 什么给力啊 福云啊 能不能更什么好笑啊 吃过能更一个女 用一个字来引用 这个是啥个字呢 牛 这个牛牛大嘛大牛 这个牛太牛了 吃过能个上海 能更上海 追尿个别的 是哈利的干 咖咖啡爹 我哒到你牛呢 不要剑 听我妹妹叫 你别弄更 第十名 人气牛 说到上海需要排队的餐厅呢 任何一家都不能和我们 接下来要去的这一家相及并论 因为它就是新香会 究竟新香会的人气有多火爆 要排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吃到饭呢 今天陶醉上海 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挑战新香会 没错 在上海新香会 可绝对算得上是餐饮界的人气王了 一走进店里 你除了能够健身的感受到 何为宾客满堂外 流窜在空气里的新香辣子味道 也时刻在撩动着人们的食欲 把味蕾挑逗的无以复加 这也难怪 每天有不少的食客慕名而来 心甘情愿排上几小时 喂的只是一场他家美食 你们前面还有几位现在 现在还有22位吧 还有22位 你估计再排多少时间可以吃上饭 不知道哎 我之前排了很久 之前来过最长时间排了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四点钟来的 现在已经7点多了 他们都是比较好吃 然后也比较便宜吃贵 我是从广东过来 然后是我的朋友 第一次带我过来吃 那最后的四个次都能吃 看来啊 想在新香会吃上一顿晚餐 还真是不容易 不过我们到最上海将秉着探索美食无止境的精神 替电视机前的你去一探究竟 人山人海算什么 走排队 我们的号码是大桌28号 别抱别抱 快点了 28号终于到了 不好意思 终于是轮到我们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吗 19点13分 我们已经整整排了两个多小时 对了 所以呢 你们看到面前这满满一桌子菜都是我点的 一定要好好地犒劳自己下 两个多小时不容易啊 超大的水煮鲜鱼 不仅肉质细腻滑爽 而且分量十足 皮脆肉香的口味猪蹄 韧尽十足 一口咬下去回味无穷 还有还有改良版的盆盆虾 在保持原有辛辣口味的同时 也减少了麻的刺激 光看这鲜艳的色彩 是否已经勾起了你的食欲呢 看着赵玲吃这么香 我们似乎也找到了食客 清辣于此的原因 所以由此美食当前 那么先前所经受的身心和脾胃的煎熬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牛气里有 上海数一数二的人气餐厅 如想用餐 请先排队 第九名价格牛 如果要论价格 那么素有天下第一贵之称的 谭氏官府菜 就足以论得上是牛气十足了 动辄上千元的人均消费 也着实让人乍舌不已 被誉为中国第九大菜系的官府菜 是在明末清初 由官城谭宗俊父子创建 并以名贵和昂贵 在上海迅速窜红 这原本却珍藏于官府宅院深处的佳肴 如今已经成为品味的象征 金贵的食材 不菲的价格 都无愧于天下第一贵的响亮称号 牛气里有 事实证明一切 招牌为我代言 第八名地点牛 当你漫步在越洋路上 感受着午后的阳光与幽静的氛围时 或许不经意间就错过了这家环绕在竹林中的创意餐厅 雄六人间 虽然没有醒目的电招和霓虹彩灯 可是雄六的创意却是无处不闪烁 怎么打不开 难道不是感应门 我知道了 是不是要咒语 我试试开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家餐厅 没想到先被这道大门给涮了 有没有人呢 原来这样就开了 搞那么神秘 好在得到高人指点后 赵琳终于走进了这个神秘人间 昏步在竹林家道的幽静小路上 这里的一切是否勾起了你的回忆 没错 曾经大屏幕上红极一时的浪漫樱花 便是取景于此 虽然人时隔多年 但至今仍有不少的影迷会赶赴于此 寻找当年电影当中所留下的记忆 当年现在呢就已经坐在琼六人间里面了 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 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享受到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小世界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周末午后 有那么多美食当前 像我面前的这个笔筒色拉就是这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我们在吃这个鸡肉条的时候呢 要自己来蘸旁边的这样的酱料 这个吃法还蛮新奇的 那我来尝尝看味道如何 它里面呢 是包裹着鸡肉条的 配上这外面的这个非常酥脆的皮 就感觉不会有那么多油腻的感觉 味道很不错 环境的简约时尚 菜色的精致大方 含蓄又简约的风格 都与岳阳路的静谜相得益彰 牛气里有 深藏不露的环境 别有冻天的创意 久了 我都能加入几个锤皮 弄到新的几个锤皮皮皮皮 以来算不算是浮云 我都大家加入 大名的确 叫转巴黎海鲜百慧 回去吧 这个人呢 去黑心四处村 现在黑心四处村没赌啊 但是 这个人家 只去黑心料理 而登上 这个棒棒的地区 都想起来 我都想起来 黑心的 这个人家 在巴黎海鲜百慧里 地区下 他现在来到 外国里 能够够够够 这个赌扫牛啊 结果呢 我要当中 加入 第六名 第六名叫 巴黎上海 还有 有加许多白银啊 都知道 这个日子 吃的啊 你像该多白银的农民 我啊 十分之来 到了 包包困 这日子 吃的 这个 每一笔吃饭 一笔饭 听听音乐 都说这样 第五名 瓶种牛 大大料理区 一百二十米 宽敞餐台 在金钱豹里 琳琅满目的 名贵海鲜 各国料理 以及无限量供应的 甜品点心 远超于一般餐厅 所能提供的 菜品种类 四百多款 丰富佳肴 保证给你 别样的享受 日式刺身 铁板烧烤 本土料理 西式餐点 你又中意什么呢 牛气里游 论品种 谁敢比我多 一站是美食 应有尽有 第四名 历史牛 走一方 尝一方美食 这是中国人 长期以来的传统 那在上海 我们该去哪里品尝 这味道最正宗 历史最悠久的 本邦菜呢 答案就是 上海老饭店 地处玉圆商圈内的 上海老饭店 作为本邦菜的发源点 素有品味源头上海菜 驻足百年老饭店之美誉 走入店堂内 分析这老上海风情的环境装修 便能使你感受到这浓重的上海味 那作为上海菜的鼻祖 你猜猜他们家的开店历史有多久了 老饭店是清朝光西九年的 现在有138年历史 本来叫永胜广 老饭店是百姓叫出来的 所以这个名字是得于民间的 对 由于老饭店有着同样历史悠久的 还有他们的八宝鸭 青针回鱼 虾子 大乌生 等特色菜 其美味程度不仅名阳海内外 同时还吸引了不少影视明星 名流人士光顾于此 就连各国访华元首 也曾是上海老饭店的做上课 其中油爆虾更是由老饭店独家手创的 这个油爆虾的口感觉得是油而不腻 而且好像还不只是有一点点甜的味道 为什么这个虾可以做到这种样子 因为这个是经过旺华 就是270度油温 一分钟里面爆出来的 壳比较脆 外个人吃起来 它连壳一起能吃下去 一百多年来 上海老饭店不仅保留了 本帮菜最传统最正宗的口味特色 更将这份浓浓的上海风情 通过美食传递到了世界各地 牛气里游 牛市的岁月也未曾改变这经典的味道 老饭店也未曾经 那一年 这个北京最牛 子弟最牛 全都是最牛的水平 什么都怪他必须好 的经济 九年我都家这个水平 我还都能往东到 真啊 这个村子能坑得我大 鸡脚 榜单位顾第十名人气牛的新商会 第九名价格牛的谭氏官府菜 第八名地点牛的琼六人间 第七名食材牛的巴黎海鲜 第六名环境牛的巴黎上海 第五名品种牛的金钱豹 第四名历史牛的上海老饭店 第三名是在揭晓前三名之前 先来看一段隔算大放送 我现在在一个交叉路口 这一条是昌化路 后面那条是澳门路 那据说呢 在这里有一家人气非常高的饭店 我出来这儿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在小范围里面 做一个简单的名义调查 有人说好 有人说贵 有人口中的红子鸡 究竟是怎样一家饭店呢 红子鸡位于昌化路 与澳门路的交界处 作为一处经营了十余年的 护上粤菜大家 轮滑船菜 一直是上海餐饮行业中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欢迎 大家 光临 红子鸡 经过十余年的用心经营 修整一心的红子鸡共200余处用餐包厢 两个篮球场大小的超级厨房 可同时供应几千人同时用餐 多功能用餐厅更可同时容纳300余人 适应各种大型聚会以及结婚典礼 小时候印象当中觉得红子鸡是包房特别多的 你得请上好几桌你才好意思过来 但是现在十年之后 这边有专门的区域专门批给散客 红子鸡作为户上餐饮名牌绝非浪得虚名 下午茶点红子鸡虾脚王 史之争凤爪 虾仔烧卖黄 石书牛肉球 并称四大天王点心 王者的味道却有着平民的价格 真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 来红子鸡没吃过红子鸡 就等于你没来过红子鸡 这天上就有点让 但是说的是真的 因为这里的金白红子鸡真的很棒 十多年以来 这个金酒不衰的招牌菜 就尝试看它的味道 说到红子鸡做的红子鸡 可谓是霸气外露 取材广东清远的走地鸡为食材 外观油灵光亮 焦脆欲滴 光是看着就已经口水直流了 不仅赢得了食客们的口碑 更是获得了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的大奖认可 果然咬上去的口感是不一样 而且它用的这个是最传统的 越是吊烧的方式 所以感觉会非常的脆 红子鸡十几年的经营 在餐饮行业实属罕见 如今更是以老朋友的身份 再次唤起了上海人的追崇 第三名老板牛 一家饭店如果想要做得好 那就一定得做出自己的名气 做出自己的招牌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家店 老板本身就是一个活招牌 来来来看到没有 我的身后全部都是老板的好朋友过来捧场 像这边我们看到有非常著名的蔡琴 接下来我们还看到更厉害的古村心思 看到没有 这里的老板究竟是谁 给大家做一个推论题 早在198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行了第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 接着随着一首大约在冬季 他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说到这里 电视机前的你可能已经有答案了 没错 他就是非常厉害非常著名的歌手 琴琴 作为老板的琴琴 不仅对于辣 琴有独钟 而且他还喜欢请朋友品尝自己做的火锅 久而久之 朋友就怂恿他开一家火锅私房菜 就这样 在2001年第一家奇辣火锅店就在上海开业了 既然来到了这里 我也迫不及待的要感受一下大明星的待遇 那明星们平时都会吃些什么呢 张经理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琴琴先生他平时来这的话会点些什么菜呢 像我们的胡椒螃蟹锅 我们的海鲜拼盘 还有麻辣头皮炫 都是他喜欢吃的 那像这道海鲜拼盘的话 他的材料会就地取材吗 还是说会从别的地方运过来 基本上都是空运过来的 所以他的口感是非常新鲜 是的 大腕级的老板 明星级的食客 都为奇辣增添了不少璀璨星光 如果你是奇情的忠实粉丝 或者你也想感受一下明星所钟爱的口味 那么奇辣自然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 牛气旅游 星光笼罩 璀璨意义 第二名高度牛 随着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 浦东路家嘴已经成为上海著名观光地标之一 单看这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就足以让你目不暇接 那要是能在492米的高空享受美食 这会是什么感觉呢 坐落于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层的世纪一把 就是一家由吉尼斯记录认证的 世界上最高的餐厅 坐在400米高空之上 你不仅能品尝美食 同时还能将周边的美景净收眼底 要先要找找这里的大厨在哪里 应该是他了 总厨安德烈对菜品的创新与制作极富灵感 安德烈告诉我们 在这世界第一高的餐厅中 各式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而烤鱼则是他们家的招牌特色 今天我们陶醉上海到此 为表示欢迎 他将为我们现场展露一首 我想我们就挤一点点柠檬汁在这个上面 配合银血鱼应该会非常的爽口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纯粹的银血鱼的味道 然后配上一点点柠檬汁的酸味和酸豆的味道 而且这个银血鱼的肉质肥肥的 但是却不腻很棒 俯瞰美景 品尝美食 这样的生活怎不是惬意无穷 牛气理由 高度高度高度 吉尼斯记录认证的高度 我跟你说 这集的编导真的太不靠谱了 我意见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是拍醉牛餐厅 可是找了那么多家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家 真的能够吃到牛肉的地方 所以呢 我决定撇开编导 自己带大家去找一家 可以吃牛肉的餐厅 第一名 全牛宴 今天能让我们赵林狠心撇开编导 说是一定要向观众推荐的 便是这家以日式烧烤为特色的 浸江和牛正传了 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浓郁的当地风情 同时还能品尝到诱人美食 也许你会说 在上海能吃到正宗的日式烤肉店有个骚扰 可是如果能够吃到全牛宴呢 竟将将整头牛按部位 肉质 口感的不同进行划分 使食客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一场牛肉的饕餐生宴 看到没看到没 我介绍的地方果然不赖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吃到全牛宴哦 像我面前的这些呢 分别是牛小排 牛煎肉 牛腩汤 哦不对不对 好像 好像这个是 牛煎 牛煎肉 牛小排 这个 小姐你好 你好 其实我在外面听了很久了 然后很想打算你的 其实你说的每一道菜都不正确的哦 每一道都不正确 其实这道菜叫撒撒米 这个是牛小排 特别是这道牛脸肉 是全牛院当中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整头牛身上只能磕掉0.2公斤 0.2公斤 那应该说它是非常稀有了 可以这样 对的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 它很有嚼劲 而且呢 因为它当中这个肉里面还含有牛筋 所以吃在嘴巴里非常的Q 好吃 这牛肉不仅肉汁细腻 而且通过铁板烧烤 更是保留了其原汁原味 你看看 我们的赵琳已经被这牛肉给深深的吸引了 怎么样 别拿我找的这家店不错吧 跟你说 你一定要让它出现在我们榜单的第一名 其实牛肉不仅美味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美心铜等元素 经常使用将有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 起到强生健体的效果 牛气里有 我真价实的全牛料理 味美 吹天的关键牛不牛 这个米道到底好不好 我刚没用着啊 要弄四个青日去尝一尝 四个弄上我的米道 的切地跟吹天是牛啊 弄为了忙去做一场 这时候是 敲起那个动物质 因为弄在动物质一敲 这种最牛的吹天啊 也能跟着我的牛肉 嘎牛 好了 各位主板英们今早个节目就到此地了 弄可以登了 哭嘎嘎忙的 但是新郎微博 啊那一道被嘎嘎笑 啊那今早所有节目呢 这个忙了谁说的这个 说无敌其道 最长还亲爱各位主板英们 啊那五趟节目结尾 无作相伴过妹妹的碧螺 有失诚 这段期百分之76 百分之一 一样一件空状态 根本自己的结果 最后 接到了100万百分之后 淘汰上还找到了 永生十大妙张 嗯 嗯 要要要 哎呀 哎呀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要问我的蔚蓝男生保险 你不要不要 你是小丁 快说啦 什么都不